为了提升基层公务人员的联能观念以及法治素养 华联县府在县内13个乡镇市巡回举办宣导活动 而日前也前往了吉安乡公所 由乡长游淑珍代表签下联能透明公约 带领各机关同仁建立联能透明公开诚信的吉安乡 为了提升基层公务人员的联能观念与法治素养 华联县政府在县内13厢正式巡回举办宣导活动 而日前也前往了吉安乡公所 乡长游淑珍除了协同各科室主管与会 也邀请各国中小学办理采购业务的人员到场 并在正风处长叶青森的主持下 由乡长游淑珍代表签下联能透明公约 谢谢正风市来到吉安乡 为我们开启联能产购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研洗 以及专业知识的益助 还有我们很重要的防护网要在工部门来开启 这是一份神圣服务相亲的使命 也是保障未来百年建设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今天吉安乡特别由书珍来代表签下了年能的一个合约 希望未来吉安乡到位的服务跟友善的建设的氛围都能够获得最安全的保障 也在乡亲服务的同时 我们向所有不公开不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说不 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建立整个吉安乡公所在服务的联能透明的平台 我们也希望在吉安乡今年要来参与全国的联能透明的金石奖能够有亮眼的成绩 现场在播放完相关的宣导影片后 环保局针锋市主任莱银杰也就采购议题和大家分享相关实物与案例 增进集成人员的采购专业及知能 而现场也设计联正有奖征达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在趣味互动中灌输连结观念 让参加人员都能轻松汲取采购及联正伦理观念 促进双方沟通与交流 记者徐立琴 吉安乡报导 加油 加油